這個我們司藝人員出現喔 金沙也再度游到大家眼前喔 可以再次提醒各位來賓 等一下我們要拍照的時候 照相機的閃光燈一定要關起來喔 好 那我們可以請今天早上 負責衛食的工作人員和現場來賓打聲招呼好嗎 大家好 我是金日的金沙司藝人生幼 請各位來賓我們要熱情的掌聲歡迎生幼 好 謝謝大家 好 各位 你可以看到呢 在我們生幼搭著天車出現之後呢 大洋池裡面的魚很聰明喔 圍城一圈已經在這個天車下方等著要吃東西囉 不過呢 我們可以發現到呢 我們的最佳主角金沙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害羞 流到後面去囉 好 我們請問一下生幼 在大洋池這邊我們要進行餵食的時候 這些魚要怎麼樣他會知道說 你已經準備要餵他們吃飯了呢 好的 我們提醒金沙他吃飯的時間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是利用生活的慣性 我們每天早上10點跟下午3點 都會做一次第七七的金沙同胃動作 讓金沙知道說這兩個時間就是他的吃飯時間 而第二點是利用金沙免對的聽覺跟嗅覺 以聽覺來講的話我們天車啟動的聲音跟我們勺子拍打的聲音 會信助金沙的注意力 我再撒下一點點耳量讓金沙聞到味道 讓金沙知道說吃飯時間到了 好 所以呢 感謝各位來賓介紹到 我們在這個大洋池裡面 要怎麼樣讓金沙知道他吃飯時間到了 在這裡我們也再次提醒各位來賓照相的時候 閃光燈一定千萬要關起來才不會驚嚇到這些生物喔 請各位來賓勿必配合 剛才深入講到了呢 這個我們是利用生物的慣性喔 在每天固定的時段餵食 再加上利用聲音跟氣味去吸引這裡面的金沙 其實這就跟我們人喔 在固定時間就會肚子餓想吃飯是一樣的道理喔 像大家如果每天回到家 聽到這個廚房有KING KING KING的聲音 再加上傳來這個炒菜的香味 我們也會馬上聯想到喔 馬上要吃飯了 是一樣的原因喔 那剛才各位來賓可以看到我們金沙喔 游過來要吃東西 結果呢哇 被這一大群小魚給擋住了 剛才好像心情不太好 衝到前面來 讓大家看一下他的大嘴巴才有游走對不對 我們來請教一下生友喔 我們這個金沙老大在吃飯旁邊這一群小魚 為什麼這麼不怕死喔 竟然敢跟他搶食物 難道他不怕被金沙順便吃下去嗎 喔 其實有可能被金沙吃下去的 但是因為金沙他只吃一些細小浮游性生物 所以說太大魚肉塊他是吞不下去的 他會藉由打狗或咳嗽方式將魚汁排出 如果有吞下去的話 哇 所以原來這些小魚他們並沒有為了吃在這邊賭上性命喔 他們是藏士七人喔 藏著這個金沙沒有辦法把他吃下去 所以呢就拼命的跑過來跟這個大金沙搶食物喔 看來我們這個大金沙也是很有風度的喔 不小心把小魚吞下去嘴巴裡面 還會再把他吐出來喔 放他一條生路喔 不過其實呢 剛才生幼有跟各位來賓講到一件事情喔 因為金沙他吃不下這麼大的這個魚肉 他都是吃一些細小的浮游生物喔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生幼 在海生館裡面我們會給金沙吃的食物會是哪些東西呢 好的 剛剛提過金沙只是細小浮游生物喔 所以說我們幫金沙準備也是像賣一些東西 像一些細小的南極蝦刺尾青蝦 還有切的細細碎碎魚肉丁塊 都是他的主食之一 喔 所以剛剛也是有講到這些食物的內容喔 如果現場來賓我們有在飼養水族的這個魚類的話呢 一定都會很熟悉喔 像南極蝦啦 還有我們講的這個刺尾青喔 這個刺尾青蝦喔 都是體型很小的蝦子喔 再加上為了要配合金沙吃東西的習慣 連魚肉也要把它切的細細小小的方便它來進食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發現到呢 當金沙在吃東西的時候 各位來賓可以發現喔 其實呢 金沙呢 在我們眼前大航市裡面不斷來回喔 有這個繞圈圈的游泳 然後呢 不定時的繞到這個 我們生幼所在的天車下方 張大嘴巴把這個耳料吸進去的畫面喔 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當他嘴巴大嘴一張在吸的時候呢 其實連著大量的海水 也都被吸到他的肚子裡面去耶 讓我們請問一下生幼 這個金沙他這樣子 一天到晚把大量的海水吸到肚子裡面去 難道他不會被這個海水撐堡嗎 其實是不會的喔 這一點要涉及到我們金沙的進食方式 我們金沙的進食方式 我們統稱為綠石 它是藉由過濾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來做進食的動作 所以說他嘴巴裡面有個特殊構造 叫做塞法 塞法的功用就很像我們廚房裡面的濾網一樣 它在海水中留住海水中的浮游性生物 讓金沙吞嚴下去 而剩下的海水會從他眼睛兩側 有像刀子劃過的痕跡 我們稱為塞裂 海水會從塞裂排出 所以說金沙並不會喝海水喝到飽 各位來賓聽到我們深入的介紹呢 對於這個金沙吃東西獨特的綠石特性喔 可以有進一步的了解喔 那在這裡我們也看到各位來賓 我們在現場喔 偶爾還會出現閃光燈喔 請各位來賓我們可以互相幫忙喔 這裡的來賓我們如果現場的阿公阿嬤年紀比較大 不知道怎麼關閉的話呢 可以幫個忙喔 我們把閃光燈關起來喔 在海水館裡面這麼多的魚喔 每天被這個閃光燈不停的照射的話 各位會發現喔 有一些魚他已經白內障了喔 因為他們沒有眼皮沒有眼瞼 一天只要100個人來給他閃的話喔 一個月他要被閃3000次喔 所以眼睛不瞎都很難喔 那對於有一點眼睛瞎掉 接下來的下場是什麼 馬上會被人家吃掉 所以是很殘忍的行為 請各位來賓要發揮愛心喔 那剛才我們看到這個金沙吃東西的畫面 十分的這個特殊喔 那我們請深入為各位來賓介紹一下 裡面我們這個最佳主角金沙他的基本資料好嗎 好的 我們這位金沙在94年6月27號的時候 在宜蘭外海南方澳的新生定製魚場 坐10個小時的板車來到海水館跟大家見面 目前我們這位金沙體長5公尺 體重1500公斤 性別為雄性 哇 5公尺 1500公斤 那麼大的一條魚在我們眼前喔 各位來賓可以看到十分的有存在感喔 那不過這麼大的一隻金沙 我們可以看到呢 剛才那個深入也有為各位來賓介紹到 他是雄性的喔 好那我們請問一下深入 那這隻金沙在我們看起來體型已經很大了 1500公斤喔 有一噸以上的重量 在大自然的世界裡面 這隻金沙他算大隻還是算小隻呢 喔其實他還算是個小朋友喔 因為正常來講的話 一般來講 金沙要長到9公尺以上 才有雄性的能力才算是成熟階段 而最大最長可以長到18至20公尺 體重可以重達4萬公斤 而目前我們這位金沙只有5公尺而已 所以說還算是一個誘殺階段 喔現場各位來賓我們看一下喔 前面呢我們金沙又跑去躲起來了喔 等一下他游出來的時候大家看一下 5公尺1500公斤算什麼喔 不好意思他還是個小朋友而已喔 如果金沙要算成熟的話 他至少長兩倍喔 要將近10公尺的長度 才勉強算得像是及格邊緣的大金沙喔 真正的大金沙是可以長到18公尺到20公尺左右的喔 來賓可以看一下眼前我們這個大洋池展示窗 由左至右這個寬度也才不過16公尺而已喔 所以如果有一隻真正的大金沙放到我們大洋池裡面來的話 那大家會想說海生館展示這是什麼東西喔 因為沒有辦法同時看見他的頭跟身體跟尾巴的喔 就是人家講神龍見守不見尾喔 哇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大金沙有到前面來張大他的嘴巴喔 看來剛才呢應該是吸了很多的食物下去囉 好剛才生友有講到說我們這個金沙的性別是雄性的喔 那請教一下生友你是怎麼看出他的性別的呢 畢竟對我們而言欸魚就是有頭有起嘛 看不太出來他的性別呢 好的要辨別金沙他的性別其實非常的簡單 因為金沙他是軟骨魚類 而辨別的軟骨魚類最大最方便的方式可以從他外觀去分辨得出來 我們可以注意看一下我們金沙他白白的肚子下方有兩片腹臍 兩片腹臍之間會有兩根像手指頭的東西 我們稱為棒狀交接器 所以如果有就是雄性如果沒有就是雌性分辨非常簡單 好所以各位來賓等一下呢我們金沙再游出來的時候也可以來看看 在金沙的肚子下面哇現在可以找一下有沒有兩根像手指一樣的這個交接器喔 如果有交接器的話就證明他是一隻雄性的金沙喔 好我們金沙再一次的又游到旁邊去了我們等待金沙 請對方